患逃一些母鸽子的遗传 母鸽子的遗传相当重要 速度的母鸽子 有速度的母鸽子 显示在于翅膀跟鞋筒 还有不是说翅膀鞋筒 就可以代表这只鸽子是速度快 还要肌肉重量 还有参考他平背 父母平背的成绩 这是成绩都是做参考 这样才有办法去鉴定一个鸽子的快饮慢 那如果是人工看 快鸽子 它都有一个凸显点 哪个凸显点 母鸽子的板条 它的板条都很细 不会很粗 不会很大片 肌肉 上手肌肉很饱满 抓起来 它的活动力相当强 肌肉饱满 厚度过 尾巴 细 一致尾 一致尾 然后短 那鞋筒 我们也可以做在参考里面 所以说这个养鸽子比较深奥 龙骨 它的龙骨的厚度 相当厚 在尺骨之间 它缩得很上面 一直线没错 可是缩上去 缩得很上面 这个速度比较快 然后前胸 背部稍微有突出点 稍微有突出点 上手肯像苹果的母鸽子 这个母鸽子 才是真正好遗传 这个母鸽子一定要筛选漂亮 母鸽子不漂亮 公鸽子再漂亮 生下来的下栽 也不漂亮 所以说 遗传在母鸽子里面当中 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那熊鸽也是重要 可是 母鸽子它的体型 叫戒体生战 戒体生战 它的体型如果不好 你熊鸽再好了 熊鸽下代体型也会走样 那下代体型走样 鸽子上手不漂亮 你点鸽你就下不了手 你就没办法 如果是挥好也没办法赢到大奖 所以说鸽子要仰 就是要仰又漂亮 体型又漂亮 上手手感 你很喜欢的 你这个鸽子 又能挥 这个点鸽才能赢到钱 因为你会点 鸽子漂亮 你就会下注 下注 然后你参考它 各方面的条件 还有参考它的血统 平背的记录 你这个鸽子在打仗 就比较有把握 所以说鸽子在养当中 各方面都要参考 不是看得懂 摸得懂 看摸 只是百分之五六十 算是高数 各方面的条件 一定要筛选到位 而到位的鸽子 你才有竞争 所以说来跟各位 眼睛 它的坏天气 以速度感 血统也可以 作为参考